在现今的疫情之下 餐饮业成了最大受灾户了 经济部上周提出了餐饮业者 每家最高10万元的行销补助 才上路不到一星期 传出经费即将用尽 现在政府眼里要加码 只是有不少的餐饮业者直言 线上申请流程不明确 频频卡关 更有中南部的餐厅业者怒批 方案一推出就几乎秒杀 让急需补助的业者难以申请 现烤面包出炉趁热上架 原本的内用型早午餐店 因本土疫情肆虐 老板撤掉桌椅 急转成面包店自救 更忍不住抱怨 经济部提出的餐饮行销补助方案 申请过程频频卡关 他写的也是模棱两可 他先告诉我送成功 然后又跟我说什么额度额满 那等待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如果愿意的话 再继续申请 我都搞得灰沙沙 无奈亮出申请证明 拥有餐厅手摇和烘焙房的业者坦言 备了好几天的文件 只为了符合经济部的补助资格 想不到送审后却收到名额告急 接下来就是遥遥无奇的等待 也有中南部的业者抱怨 方案一出就秒杀而满 政府最多出十万让你去做行销的活动 可是其实现在餐饮业者很辛苦 更何况是有些餐饮业者是一些做了一辈子 做了三四十年的那种67岁67岁的人 他怎么去做线上申请他根本都看不懂 申请流程不明确 合销文件繁琐让急需补助者难以顺利申请 餐饮纾困经费不到一周将用尽 对此经济部承诺延长补助 行政院拟同意加码30亿元 具体金额渴望在本周拍板 协会也赶快召开这个紧急的说明会 针对整个餐饮业 然后包含我们协会的一些会员一起做说明 也希望透过这个50%的一个补助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业者 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客流量 若顺利争取到加码补助 预估数万家餐饮业者渴望受惠 但多数业者仍期盼疫情之下 餐饮产业能够更无碍的获得实质帮助 记者参加于乔大龙台北采访报导